很高啦 最後找一個蕭先生出來 當然他們的意思認為是說 這個意思是 他行政之力完整 可以等於說幫助馬英九 達成他的經濟 國家經濟方面的 拼經濟 但是呢 我這樣一直看 馬英九他去馬來西亞 去國外 就新加坡 就交代說 這個預算 總預算給他過 所以他這種人的話 就說我們今天民進黨 或者有更多的人才 能夠做嗎 所以 我今天也不是說 民進黨好 或者民進黨怎麼樣 但是就是他一句話 總預算就過了 那這種人可以當國家元首嗎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他的選 選的副手說要拼經濟呢 我覺得我還是透氣馬英九 好 謝謝莊先生 一分鐘了 謝謝你 新竹的王小姐 王小姐請說 大家剛剛都有聽到 馮敬國說的嘛 不用關注官嗎 拼經濟就好嗎 他們只是利用台灣人愛錢的心理 現在台灣人要的是 獨立建國 然後加入聯合國 何況現在老蕭 比較中國心吧 不管是馬蕭配或蕭馬配 我覺得都沒有一面 因為台灣人不願意再接受侮辱了 然後馮敬國每次你來 我都覺得好像黎敏蘭在那裡 很有趣味性 王小姐謝謝你喔 彰化的高先生 高先生你好 請說高先生聽到了 請說 聽說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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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嗎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你繼續說嗎 你聽什麼 你說啊 你啊你啊 現在我都不認識你 嗯 阿扁營室這樣子都賺錢了 昨天媽媽叫做 就像我三個成功 六個三個 他還要再三個成功 你們的民費又高 嗯 哈哈哈哈 幫人家 今天就賺錢了 阿扁營室這樣子都賺錢了 你有沒有看到阿扁營室都賺錢了 你賺錢了 我喝喝喝死啦 你現在這個可能不是 你可能賺錢了 好啦 高先生怎樣你的意思 阿麥座人生攻擊 多謝你 宜蘭的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OKOK 黃先生 該你了 國民黨 為了這個中選會執法 寧可綁架總預算 你說這樣就是為了拚經濟嗎 洪山軍洪潮一再亂台灣 是為了台灣好嗎 對吧 人民都會記得啦 我告訴你 你現在說的馬英九 配蕭安藏 我都賺錢了 你就是 現在的 北港媽 出來做副手也賺錢了 嗯 對 謝謝 好 謝謝阿麟 謝謝黃先生 那麼我們稍後回來還要繼續討論 就是有關於現在這個副手的人選 這個至少在馬英九這邊已經底定了 但是在2008的時候呢 是不是這個謝馬主帥兩個人大對決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稍後回來要繼續的討論 好 歡迎您回到我們特別報導現場 今天馬蕭佩已經正式的成型了 但是對於這個2008來說 副手的效果是不是畢竟有限 是不是到時候還是要看謝馬這個主帥的大對決 我們最後請三位來賓做個結論 我很敬佩這個蕭安長前副主席 對於民進黨在執政這七年 那時候的財經政策的一個憲策 包括他擔任進化會的一個召集人 只不過我很遺憾就是說 他在擔任進化會召集人的時候 所做的一些決策 國慶的立法院黨團都來杯葛 所以並不是說找誰來擔任你的副手 那你就可以完全解決財經所有的問題 而是說你決策完之後要怎樣去落實 我是希望說取決金贏 如果說夠做夠 國民黨的馬要求政主席等級來 都說一筒一筒一筒 他希望要制定陽光法案 並沒有制定陽光法案 他要東山 要來全部來 現在說要來信託 也是又騙台灣人民 連前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說如果選到2004年 他要來信託 並沒有 所以我是保佑我們大家要看清楚 國民黨的嘴臉 好 副委員 馬修佩 因為蕭萬長一路在 不管在國民黨在政務體系 在財經方面是有專業的 而且也是陳水扁重用的 陳水扁也相信他的財經專業的 那麼今天台灣的財經不好 台灣的經濟不好 如果有一個人好配合馬英九 我相信台灣的經濟會搞好 如果為了台灣的經濟好 大家就來支持他們 那麼這樣不要說今天 因為是馬英九找了蕭萬長 現在又來吐槽 又要否定陳水扁對他的信任 陳水扁把他成為財經第一號的專家 又是參加亞太會議 又是最高的經濟顧問 那當然就是信任他的專業 那大家就應該支持台灣的經濟最重要 好 坤大哥 2008年總統大選的聖見主族 我已經說過禮拜 又說一次有觀眾 又記得先來的一個三項 第一個 國家的倫通 你是倫通中國 台灣 我們要檢驗蕭萬長 你是怎麼想的 第二 民主和偉觀 民主是鄉親近的 你是認為應該還會 讓他們拜那種黨國體制 第三 特別會的土地和法律 蕭萬長你對馬英九的特別會 怎麼看法 也請你來解釋給大家了解 你說是青年正直 那他們就特別會心 比對馬英九的確 爽口